今天有問題要來請教我們的阿基師 就是這行 他現在很多媽媽生過孩子跟我一樣 就非常愛吃妖子 妖季 對 妖季 尤其是外面吃就不過癮 就吃沒幾片又很貴 那有時候看市場有在賣的時候 就想買來做 可是不太會處理 因為有時候它裡面 真的會有個尿燒味很重 人家外面會處理 就沒有那個味道 那我們買回來要怎樣 我們買回來要怎樣 他可以自己把它處理好 這樣以後就可以在家裡煮 是啊 對不對 這邊要怎麼來處理 這很簡單 油漬買回來 我們最煩惱的就是那個 要浸水嗎 浸水是其中一種的方法 但是有時候不徹底 不夠 不夠徹底 那我們這邊有一點經驗 跟大家來分享 好 首先這裡有老薑 我們就先這樣切一切 好 好 用薑來去味道 對 用薑來搶味 現在我跟觀眾朋友分享的經驗 就是說 你用這個薑來搶味的時候 可以用這個方法 要煮麻油雞酒用這樣 也是通的 也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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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裡面 我 我真接受我們這個 一減二度的經驗 跟我們的婆婆媽媽來分享 所以這個味道不是說要怎麼去嗎 說什麼裡面有什麼東西要清要什麼 有啊 你看看 看看我們現在這個怎麼弄的 這是我們助理弄的 裡面有那個白白的都挖掉 你看 這沒關係 這都沒有重點 好 重點是說怎麼煮起來 方便煮 很好吃 那個沒有的那個 煙味可以免掉 這比較重要 這個壁骨 最特別的這個壁骨 真的很好用 這樣 我現在先把它放在鍋子 甘草 對 先放在鍋子 對 先放在鍋子 對 先放在鍋子 再放一些枸杞 枸杞 來 用一點米酒 是嗎 現在是米酒 我枸杞米酒 再放一些黑麻油 我們大家都知道 麻油 不管是香油還是麻油都好 都不會凍 儘管我們很矩 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在這裡 鍋底不用放油 用鍋底沾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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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沾 先把它拆乾 對 現在太乾了 我們現在吃過的時候 這點香油下來就好了 隨便下去了 這個薑就很香 對 是 你這個動作做後 以後 不要說我們今天 要來煮這個油漬 你什麼煮麻油 你都一樣用這個方法 OK 你只要雞肉 雞肉湯煮熟 直接跟拌進來 就很香 OK 所以說你現在薑 如果沒有生菜 薑的香味沒有 沒有 你給我看這點 剛才會比較麻煩 有這樣是不是 划得快切 你看 對 所以這個豬要不用再切嗎 要切 要切 切很簡單 對 切很簡單 切沒有問題 現在這個地方 可能我們的觀眾朋友 要划幾分 才有眼神 我怎麼來處理這個 好 來 現在薑 搭 有嗎 我們現在香油一點點下來 好 它很快就香味就走出來了 好 不要漏太多香油 漏一點點 香味是不是一瓶就出來了 是 這樣就香了 麻油漿的味道 好 來 我們現在先放在調理機裡面 調理機要做什麼 打薑泥 打薑泥 好 來 媽媽 我們薑是炒燒油 這香氣就很香 對 那黑麻油先別急著放 好嗎 黑麻油先放在旁邊 來 現在放好 來 加天上掉下來的美味很寶貝的酒 酒 好 我們放一點 多少水我們就放多少薑 好 這是米酒 米酒 好 來 麻煩你給我上廚 我給我打一下 好 麻煩鳳梓給我倒出來 我們現在來看處理這個油漬 好 現在這個油漬裡面 已經筋頭都拿掉了 筋頭拿掉 現在要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就簡單點在這裡 一般都在皮表這裡切切 要揉揉揉對不對 對啊 這個水上可能要調整一下 好 怎麼說呢 因為你們這樣切魚油揉一揉 會成熟不均勻 那怎麼辦 怎麼辦 我們讓它每一塊的大小一致 好 來 從裡面切 這裡這個神經筋 我們把它切成長 煮起來比較不薄 一般我們都切這裡對不對 對 這樣繞繞繞 結果是煮燒的 換我來這樣 它們都繞繞繞 你吃的油漬吃在嘴裡裡 沒有巴掴 好 我們就在這裡 反正它剛才這樣 讓它繞繞這麼久 我們就繞繞繞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所以是化內 化裡面 這樣就好了 切成大塊 哇 很大塊 好過癮 這樣子我都好想要在這裡做 這八槌 你看看 這麼大塊 一塊切五塊 這樣 這樣 這樣會不會有炒味 因為它都挖掉了是不是 也沒有 這樣好了 這樣好了 然後放出來 麻煩你這個 剛才炒香的薑 一塊薑 一塊酒的這個 這個東西 來 煙啊 把它煎一下 用薑來去腥 是 薑來去腥 我們薑有爆香過 對不對 對 現在裡面有餐米酒 去腥 你這樣薑就不用再去炒 薑不用再去炒 你看看 這樣整個味道都押過了 抖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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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裡不用洗掉 我們鹽米同樣 煮這裡直接炒就好了 直接炒 直接下鍋 去搞定它就好了 好來 聰明喔 好來 媽媽來 我們現在這樣來看 用薑泥跟酒 去腥 是啊 不用再放它怎麼辦 現在就直接拼下來 這樣子喔 哇 好特別喔 這樣直接拼下來就好了 直接炒 直接這樣下去炒 直接下去炒 來 這樣看熟就好了 你看翻白就好 翻白就好 熟得很快 很快 很快 來 現在麻煩 我們這些 當然不用拼下來 加一顆 加一些米酒 我們用米酒動作是弄這樣 是 就把它煮熟就好了 就煮熟就好 這個枸杞 煮米酒 枸杞 這樣就好了 好簡單喔 很簡單 很簡單 像這樣給媽媽有福 有簡單嗎 要這麼麻煩 這樣 滾熟就好了 對 滾熟就好了 很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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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容易煮 好 我們現在這樣煮熟就好了 這樣煮熟就好了 你看 你看看 剛才煮熟到現在有牛 一點點就有牛 會耶 因為那個切法的關係 是 我們現在 對 現在我們要熟鍋 放一點點鹽巴 不用放糖 放一點鹽 好 淡泡鹽就好了 不要太鹹 這樣就好了 一點點 好 來 好 現在熟鍋之前 黑麻油 現在煮到這樣 你看它又這麼大 看到它牛 沒有 沒有 完全都沒有 好 來 現在熟鍋了 來 我們黑麻油這樣放下來 切法不同它就不會牛了 對 好 來 這樣就好了 來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真的好大一塊都沒有 都沒有牛 沒有牛 好像 好像給你整皮 這是從裡面切 你現在整塊塊看看 切水 好吃 一點的辛味都沒有 這個可以用醃的這個薑酒 直接下去煮 對不對 嗯 那在那就可以很輕鬆 果汁雞打一打就好了 對 好吃 你整塊的醬 打起來之後 你可以放平衡 當時要煮 你就拿一下 拌下去就好了 不用再洗掉 直接炒下去下去 而且吃的時候 它就是有薑泥在嘴巴裡面 是啊 很細 你不用再想說 那薑泥不要吃 全部都吃下去了 整個化掉了 整個化掉了 身體就暖起來了 對啊 好吃 就是這個嗎 就買回來 把裡面那個白白的挖掉之後 就知道阿姬是所有切裡面 對 炒果香的薑 比較不會薑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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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